今天我們講到《基本法》第二章第十六條 繼續有《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張俊勇和李浩然 跟我們講解這條條例 兩位我真的想問問這條條例可以怎樣說呢 因為我就這樣看就所謂幾直接 英文說是 straightforward 但剛才未開始拍之前兩位就跟我解釋不是 這集也要預小時間講講一些複雜的法理概念 我讀一讀給大家聽 第十六條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肯有行政管理權 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自行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事務 Thomas 我們都有名叫香港特別行政區 應該一定是有行政管理權 這條例好像是行政區根據《基本法》做回行政事務 我以為是很直接的 其實複雜性在哪裏呢 其實這條是開始引入了接下來的十六條 十七、十八和十九條 引入了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的概念 即是我們一開始第一章的時候說 其實看《基本法》就不要單一一條抽來看 就要看法律思考和憲法的邏輯性 帶落一條的問題 不過你剛才講的幾個概念 我們經常聽過 行政、立法、第十九條去到司法 浩然我記得我們是否第一章討論過 其實香港不是用三權分立去看《基本法》 看一個法律其實不是只看一條條文這麼簡單 而是特別是這類的大陸法系或者憲法性的文件 它是需要看一個立法的結構 三權分立是什麼呢 或者為什麼不適用於《基本法》這個憲法框架 其實是這樣講的 香港就不是實行三權分立制度 但當然這個說法大家有時候都很迷糊 因為有時候就… 或者通常反應很大的 不是吧 一向是三權分立的 不是怎樣互相制衡 是不是一個權大了 其實你這樣看 三權分立其實背後是一個政治理念 這個政治理念實際上說的權 就不是一般的權力那麼簡單 而是主權 即是三權分立 最明顯的體現就是 基於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 而產生的政治理念 立國的美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美國的三權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 是三權分立的 但那個權所指就不是一般普通的權力 而是主權 即是美國這個國家的主權 就沒有任何一個機構或者一個人 包括總統可以代表 而需要將三個權合在一起才是一個完整的主權 所以實際上三權分立的權 其實是一個政治學的理論 就是一個主權的概念 在香港就不適合了 因為香港沒有主權 我想香港的情況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是一個地方政府 所以就不存在這件事 主權不在香港 但我想也很重要 是否因為沒有所謂三權分立這個字 我們就沒有最重要三權分立 希望追求的權力制衡 一定不是 其實香港這個基本法裏面的規定 以至香港的制度本身就有這三個權力制衡 我想最明顯就是大家經常見到 政府想做一些工程項目的時候 都要立法會撥款 都要根據一個程序 可能如果是工程通常要上公佈小組 又要上財委會 當然你會說不是啊 立法會的組成現在是以建制派為主 他們說是以建制派為主 但他們不是真的叫做話了事 因為同一時間立法會也有一些規則 容許不同的議員去提問 甚至造成一種拉布的效果 這些都是各種不同權力制衡的工具 在立法會的平台 大家如何在適當的時候 有權力的制衡 適當的時候去做一般的審批 這就是政治的層面 不是法律的層面 有些人說 我只是問問題而已 我不是在抓緊報 這不是法律的事情 但程序就是 裡面有很多規則寫完 立法會裡面有自己的規則 但很明顯 是否沒有確認和平衡 是否沒有權力制衡 很明顯不是 其實香港的制度 我們是擁有權力制衡 而權力制衡 任何一個全世界 現代優秀的政治制度 都必定要有 所以其實 我們應該強調香港 就不是三權分立這個字 最主要就是 這三權之間有沒有權力制衡 但同時我們明白 權力制衡之後 有些人經常說是否合作 我想在他們的關係裡面 我就不會用合作這個字 但中文沒有一個很好的 term 如果你說用英文就很清楚 英文有一個 term 就是他們work in alignment 即是說很簡單一個例子就是 例如一個法庭有判決之後 他誰去執行判決呢 就是行政機關 例如判決了有個人去坐牢 然後就是拿去監獄那裡 然後就是由懲教署去管理 懲教署有一個屬於行政部門屬下的單位 所以這裏就看到 法庭司法機關去做了判決之後 就需要行政機關去幫他執行出來 這個就一定是產生關係 這個alignment這個字 我想中文點也可能不是很準確 我就是找不到一個很好的字 但一定跟某個概念有關 就是有一條連線 中間會畫一條線 條線不能斷了 即是法官判了一件事 但法官不會自己做那件事 例如判他罰款 可能他在法院可以交罰款 但如果判他要去監禁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懲教署去接棒 接棒其實就是畫條線 我做完決定之後就繼續執行 你不要以為全世界都是這樣 香港因為行政的效率很高 很暢順 也有很好的制度 才是這樣的 其實在一些比較落後的地方 可能判完到他有個地方去坐牢 可能都中間會有很多甩漏 甚至乎是說監獄爆了 又或者有時候大家都會知道 在美國都有很不幸的情況 譬如有些人是因為精神有問題 精神失常 犯下了一些罪行 其實法官可能是判他進去精神病院 但因為美國某些州份精神病院不夠 是要判他去監獄 坐著先的 這些alignment其實是怪怪的 當然這些就是行政問題 官也是這樣判的 判完行政機關怎麼執行 就是行政機關問題 這是每個地方行政法制 互相看看怎樣可以做好一點的alignment 其實這些的check and balance和in alignment 其實是例子有多不勝數 另一個例子就是立法機關 即立法會立了法律 如果有人觸犯這個法律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法庭審判 其實也是體現了 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 其實中間有check and balance 但同時間亦都需要work in alignment 或者Thomas你都記得 我們有個法官曾經說過 醫委會要改革的 因為醫生 可能法官都覺得 你的申報制度是不行的 其實這個可能就是司法制度裏 提醒他覺得 社會上有些發展進步是怎樣的 而需要提醒行政機構 立法機構 是不是有些可以做呢 這個重點就是 譬如說 用醫委會做一個例子 醫委會可能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就是華為明明是做徵訊的主席 他認識那個被審的醫生 但是他不申報 就不斷跟投訴人說 不關你的事 不關你的事 但是跟著法官說不是吧 你的申報制度是這樣的 但是對於專業人士來說 我們專業管專業的 但是專業都不是凌駕法律的 那這些就要跟著法律 要劃清一條線 但是 真的要做那個呢 其實就要立法會了 因為你立法會要去審批 那個改革的建議 行政機關是最多提建議上去的 你要修改法律 你要立法機關改 這些全部都是跟著法律 那你說 這個不叫三權合作呢 我又不覺得叫合作 現在很明顯就不是說法官叫你政府做 你政府提了上去 提了上去立法會就馬上過 根本就不是這樣 也是有check and balance在裡面的 大家審批來來回回 那這個就是制衡 我想合作這個字就不是很準確的 也是令人很害怕的 但是 我就找來找去 就是找到in alignment 這個字就找不到一個很好的中文翻譯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 又或者這樣說 你立法會是不是可以 完全不理會法官說 這位會現在要改革呢 其實是不可以的 那你難道說 立法會你很不合作 所以這個用字 你只要這樣想 什麼時候合作什麼時候不合作呢 你就覺得根本不應該這樣用 很明顯就是 你醫生不是凌駕於法律 你立法會也不能凌駕於法律 法官希望你這位會改革 也有個判詞寫出來 那你立法會就是盡你的職能 去令到這個改革實現 或者以後就叫做有條線 不過這條線 或者這個check and balance 又不是只有一定 好像美國式的三權分立 其實英國也不是限三權分立 英國就是議會和行政機關合日 這個你記得看回季節 我第一張是先講的 因為你知道想一下 所謂內閣 其實內閣全部的人都是 在立法機關上 到山上的總理選出來 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三權的關係 就一定要有一個 第一一定要check and balance 這是核心來的 但也不可以忽略 其實他們有一個work in alignment 對決定他們是當心理念 作詞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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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